15.32 我特别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极度可以缓解 今天很多人的焦虑的一句话 君子谋道不谋实 什么叫君子谋道不谋实 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他不会去整天想着我这么做 什么时候能吃上饭 我能不能吃的好 这叫谋实 谋实就是整天想着 我能得多少钱 我结果会怎么样 谋道是什么呢 谋道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 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实 但是这句话出来 你可能说那我们要吃饭呢 我们饿了怎么办 整天谋道 后边就是孔子的一个特别牛的回应 孔子说庚也哪在其中 庚就是种地 什么叫庚也哪在其中 说你看那些种地的人 难道就没人挨饿吗 后面血也录在其中 你看那些整天花时间学习 没种地的人 难道他们就吃不饱吗 他们就没没有发展吗 没有俸禄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时候你盯着一个事去干 依然有很多人 你想 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今天很多家长说 老师你教我们读书 我们要考试啊 我们要求分数啊 你为什么不教我们做题 用孔子的这个话来讲 整天做题的人 考不好的多了事 天天读书的人 考的好的也不少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所以你不是说 我冲着什么去 我就一定能得到什么 不是的 儒家从来不讲说 我冲着什么去 我就能得到什么 不是的 这个君子未尝不欲利也 对不对 难道君子就不吃饭吗 君子就不生活吗 不是的 只不过君子非常清楚的知道 为了谋利而去求利 你根本得不到利 你大概率利你根本得不着 但是如果你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大概率你该得到的东西就来了 所以你废那个脑子干什么呢 你整天想着说 哎呀我怎么还没提上去分数 你想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整天盯了自己的作文分数 我怎么还没提上去作文分数 我整天去想这个问题 你的分数不见得能上得去 但如果你整天 你每天想的问题是 我怎么能够让自己 对吧 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理解 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感受 我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表达 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有逻辑 我多去读书 多去思考 多去表达 我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你写个作文会愁吗 你也不愁 不是吗 更也哪在其中一 学也路在其中一 就这句话我觉得太经典了 针对那些每天很焦虑的 求着一个小力对吧 眼前的目标去盯着的人 我觉得特别适合读一读这句话 孔子说你们那些整天担心 自己吃不饱的人 我就问你们 农民里边就没有饿着的吗 那些担心你把时间花在 学习读书上 就会吃不饱肚子的人 我就问你 那些读书人都是饿死的吗 对吗 更也内在其中 学也路在其中 所以最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君子优道不优品 一个真正的君子 从来不担忧结果 他只担忧自己做的事 是不是对的 这就叫君子优道不优品 君子谋道不谋实 对不对 所以我说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会焦虑 我们焦虑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看中结果 而没有把心 安安稳稳的放在 做这件事情 本身的过程和意义上 如果我们知道 做某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对的 你就不会焦虑 结果是水到渠成 往往是水到渠成 但如果你真的 生活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 结果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 或者 你特别倒霉 对吧 你说我这个 真的特别厉害 然后特别特别刻苦 特别努力 然后特别用心的学习 最后高考的时候 我当场考试突然肚子疼之后 考试没发挥好 这就是你的命运 但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 你知道人生是个长跑 你高考没发挥好 你说我找工作 我面试那天又肚子疼 怎么可能啊 你说我后面每到一件事 一到大事肚子疼 这不可能的 对不对 总有一次你会出来 所以君子优道会优品 不去担忧那个结果 就去担忧这条路 你走的对不对就好 如果在对的道路上 在正确的道路上 坚持下去 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让你自己心安的 哪怕这个外在 有时候碍于外在的环境 或者碍于某些人 天生点倍 对吧 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开 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明明你可以 你知道这条路是错的 或者明明你可以 走得更好 你却 这个没有 按照自己的心 去做正确的事情 你只盯着某些 名啊 利啊 或者眼前的小利 小会啊 这样的东西去了 最后 那你这个苦果子 只能自己吃 所以我觉得这是 15.32当中 孔子的这句话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这句话 请你来